歡迎回到即場教導資有問必達環節 家庭觀眾如果有任何股票問題 都可以隨時打電話來給我們 電話是204-6566又或者傳電郵給我們 坐在我身邊的嘉賓 是要財證券研究部的高級分析員 王偉浩 Wafi Wafi 你好 Wafi 先聽聽家庭觀眾李小姐的電話 李小姐 你好 你好 我想問問323 馬礦 馬礦有沒有過 本身 有 兩個一買 但我看到幾天走來走去看家庭的位置 會否出業績會影響到 好 現價兩個一毫一 暫時馬礦回近接近百分之一下來 25號方面就會公佈他的業績 就是明天 現價兩個一毫一 家庭觀眾都很貼近現價買 怎樣做好呢 馬礦之前都已經押回炒作了 的確是 馬礦低回上來真的不少 但主要兩個一毫領的位置買 即現價的水平買 買了之後好像不太動 那是怎樣的因素 當然了 不多不少 關少少叫明天出業績試 我覺得幾認同這一點 因為始終馬礦明天出第三季業績 但大家都知道 鋼鐵業或鋼鐵股來計 預期今年出到這一刻 都可以沒什麼運行的 其實由中期業績看到 有虧錢的情況之後 其實預期第三季都沒有太大的改變 所以其實大家明天出的業績看法 其實未必太過理想 所以本來今天不是太有升幅 或者不是太動 在這些手上繼續徘徊 我覺得是有一個合情合理的 但這樣說回來 始終我覺得這一刻你買得馬礦的時候 或者買得香港鐵股的時候 我覺得可以去買的 為什麼這樣說呢 因為始終我覺得 過完第三季之後 來到第四季 是有望做好一點 或者這樣說 下年到 我覺得年初到 或頭半年到 應該有個不錯的回軟性 所以我會覺得 如果你是肯去中線拿著的時候 現階段這些價位買了的話 都不用太擔心 但是至於留意一下價位 如果你從價位上看的時候 剛才有帶到的就是馬礦 其實低了上去也不少 特別你記得從這幾天開始 一支大約束上來 所以如果你是從形態上看 暫時有一個明顯突破 就不是太差 但是看看位置 如果你是真的比較肯中線持有 我會覺得可以回到之前的位置 大概兩、三個月半這價位 做回目標價 但是反過來看 如果是中線肯持有的 但是反過來如果不幸運就回來了 我可以穿回大概過九至一 一、九個月半這價位 即兩元以下左右 去到才考慮止次回的時候 情況不是太差 也都變相適合 這一刻慢慢做回中線持有 好 還有其他問題嗎 李小姐 沒有了 但是我想問一下 平保 平保的 是的 平保 因為其實平保的位置 是否可以望到六十五元 這個是現價應該要消耗 你本身幾千入 六十元 六十元入 好 現價六十三個六 今天最高見六十三個九 升兩毫半 一定利潤在手 都幾可觀 推高指站位還是多少 暫時來說 始終有一定利潤在手的時候 就不用急著走 因為始終來說 今天有什麼因素 令相關來險股做法好一點 當然最主要是因為資金方面的因素 因為大家都知道 其實之前全國國內一些險資 或者相關保險機構 限制資金去做相關的其他用途 但今天早上有消息 給他們用資金 在投資其他工具 特別衍生工具裏做對沖活動 變成是減低了風險 但都強調過這一點 不是一個投機性的因素 只是一個對沖因素 所以變成不多不少 都會對內險股有支持在這裏 但正如這樣說 如果你低購買了 現在到63元以上 究竟什麼位置去考慮的時候 我覺得可以暫時不用急著 因為正正來說 今早早64元高位度 其實正在挑戰之前這一陣 大概六七月左右的高位度 所以變成在這些位置 能夠再一半突破的時候 其實可以看回66元以上 所以我覺得暫時留意著 初步要66元做一個比較明明 即是叫中線一點 中短線的目標價 只要後市不反覆穿10千千千 62元 不用這麼急著只賺著 好 多謝家庭觀眾李小姐的電話 下位家庭觀眾麥小姐 都有電話在旁邊 麥小姐 你好 主持人 你好 你好 我想問一下 941 有沒有貨 83.3買 是 想推高指贈 是不是 是 我都知道 可不可以看高一點 有沒有機會 或是應該要食糊呢 現價86.95元 今天最高見87.2元 今天走勢相當不錯 也看到早前公佈了第三季業績 巴克萊唱好 瑞信方面唱好 掛預期 全年盈利 中移動或者會勝過市場預期 逐評優於大市評級 目標價102元 賺錢的話 指賺位定是多少 其實中移動 今天最主要升上因素 在乎剛剛星期一出了的業績 的確是挺不錯的 若你只憑第三季 即是頭三季也好 或是第三季也好 其實是正在乎合預期 特別之後再出9月份 FG上壓量的數字看 大家更加驚喜 因為看回這個9月份 只憑單是9月份 FG上壓量 其實正增長成345萬戶有多 變相較8月份 316萬流上 更加有上升 取缺於因為他們自從8月份開始 在廣東地區 出了3G的MIFI 類似手指 手提式的一些伺服器等等 變相一個不錯的上限量幫助 我相信這一點 其實都會令到中移動 來後也有一個不錯的增長 這是比較理想的 剛才說到整體業績的增長 也比較符合預期 而且另一點 也充滿著來後4G方面的發展 只要現在等 就是一個等於國內法去批排的因素 如果國內是接下來下載去批排的時候 唯一的所謂的阻撓 都叫做沒有了的時候 我相信中移動看法是挺樂觀的 雖然我覺得無論是短線或中線都好 其實自己的看法都是比較正面 但只要問題在價位上 始終來說 中移動雖然不是太大升 但始終來說由低位 823元的位置上來 其實都上了一定程度的水位 甚至從技術上看 挑戰了87元的阻力位 所以如果你在低位買了 現在一定能在手的時候 當然問題第一就是看來 旁邊的87元 我覺得可以留意這幾天 如果短線來說 這幾天承著一個明顯的大元素上來 或者成交顯著有買盤推動的時候 能夠突破87元而站上去 繼續拿著無妨 可以以90元樓上來做目標價 但如果假設這陣子走到這裏 好像破不了87元 我覺得可以在這位置先獲利 或者先減一減榜 即是下袋都可以 暫時來說這個價位 先留意一下小時間 因為始終現在87元的價位多尷尬 就是這樣 好 還有沒有其他問題 穆小姐 我看到他上去87元 但是他下降 是不是要看幾天 看看他站不記得買87元 如果站得買87元 會不會上網90元呢 如果剛才這樣說 從我圖表上看 因為基本上自己看得不錯 但從我圖表上看 始終升幅也有一定程度 去到這些少許的阻力位 87元左右 未來破不破得到 真是未知 但從近日的走勢或成交來說 我覺得有這樣的可能性 會不會破得到 說明上剛才說到 暫時初步看 以分87元 看看能不能夠破得到 而且站得穩 如果可以站得穩的時候 先要上網90元 還用90元做目標價 但跌轉了87元 未來短線破不了 慢慢壓下來 才考慮在現水平位置做指贈位 還有沒有問題 麥小姐 謝謝 謝謝你 另外有位家庭觀眾 發了電郵來的 就是李太 他想問一下 266中海集運 他大概在1.7元的時間 就買了 現價1.9元 現價升一仙上來 都有利潤在手 中海集運方面怎樣看 大家可否憧憬著 航運業在大家的經濟復甦 環境前景之下 可以繼續提高指贈 當然 這陣航運股升上來 都是因為 無論大家對經濟看法 或者股市上的看法 都是比較有回暖性 去到有一個不錯的帶動 因為不斷地說 這些航運股 或者這些類別的股份 都跟經濟的掛勾性挺高 當大家對看法是好的時候 自然就會做得不錯 所以這一點 正正這一陣 都是因為這樣的因素 而且以來 也是見到近期 相關航運業的指數 比如BDI 波羅的海的乾燒化指數 都有一個明顯的回升 繼續去到做好一點的時候 變相對這些航運股 都有一個不錯的帶動 所以在幾隻隔閉之下 令到中海的習慣都一樣 其實由低位回上來 都真的比較多的水位 所以變相 如果接下來還有什麼升 當然從現在大家的氣氛上看 或者從股市勢頭上看 仍然有升的可能性 因為始終都不是太差 也比較看得好 但始終過升幅來說 計算一計算 其實低位大概過四左右 上到今天最高要求兩元左右 其實這一個多兩個月左右 升了大概七澳指那麼多 變相其實有成一倍有上 一倍有多 即是五成有多 順便上來說 我相信接下來的升幅不敢說沒有 但升幅來說可能有些放緩性 順便上如果一個七澳來買的時候 開始開一些價位做一個 即是想回到先鑊了你 或者想回落桌袋 都可以 我覺得暫時這樣看 西路上不是差的 但剛才說到 開始在高位上看到升幅有少放緩 或者不是太夠力再上 順便上我覺得指站位 可以放回大概過九這邊的位置 靠近十天線左右 如果短線反覆穿下來 十天線以下的 才考慮指站離場 如果都不穿的時候 我覺得仍然持有著 以大概兩個一賭做目標價 另外解答完家庭觀眾的電話和電郵問題之後 想和大家看看市場上一些做得比較好的股份 見到今日頭五位的升幅最大藍籌當中 頭四位都是佔了本地地產股 不如跟大家看看最新表現 見到場實方面 現在升超過2% 升2.8% 另外 恆地方面升4.5% 新地升2.9% 新世界要跌 逆市跌兩仙 順滯方面升3.6% 最新報14.64% 另外見到現在升幅最大的藍籌 就是101行榮地產偏向這隻股份 現價27.3.5% 今天升超過3%上來 除了升幅比較大之外 藍籌股當中 也見到地產股有幾隻 今天亦破了頂 其實大家都說到 都是因為熱錢流入的因素 大家都會因為財富效應 推高相關的資產價格 地產股其實之前就休息一會兒 今天又再衝上來 其實怎樣看 會不會繼續地產股在熱錢效應之下 繼續有得性 當然這個細頭上看 有這樣的可能性是繼續升上去 但問題最重要是 大家還沒去追入 因為這樣說回 地產股好 或者本地地產市場也好 大家記得到 其實是英國一輪的高位環衡 或者是休息一段時間 但整體來說 未至有太大的回調或調整 可不可以記得到 就是底部不是太弱 甚至是偏強 因為幾個因素 正如Nekul所所說 一來大家最早知道 當然是熱錢方面流入 自從近期 不斷見到港匯都是去到7.75這邊位的時候 連金股股股幾次出售之後都好 但價位依然在這位置的時候 意味著錢不斷找到來香港 當然第一陣不斷說的就是留在股市上 但第二陣慢慢去到累積效應 財富效應之下 其實自然留在樓市不是太出奇 所以大家也覺得後市對本地的樓市或樓價來説 都一定成為支持 更何方而言這一點是資金上的主導 而以來大家都知道 始終外面都不斷保持低息的環境的時候 香港方面都自然的 例如按揭利率好或相關利率都好 都一定是比較低的 雖然這些亦都形成了買家入市意欲比較大一點 而且三里的話 就是經過了新建本上任之後 計一計數一直到三四個月的時間 暫時未見到太多的打壓措施出來 甚至是全國的措施 但大家細心看或細心分析的時候 就算這刻你說改革引花稅好、延長好 或者加大那個百分比也好 其實大家反而反過來覺得樓價 反而是繼續積升上去的 不是跌的因素 所以其實全部看來這一刻 都覺得是比較難令到樓市不升 所以整體計算 雖然樓市去到高位 但也有少許越升而有的意味在這裡 而且你記得到更多的新盤也是 推出來的時候 雖然價來看其實真的挺高的 譬如每尺 可能新界地區都七八千元尺 但始終依然吸引到很多的買家去看樓 或者發展商來計算 都推出很多的優惠去吸引買家 而且做到效果的時候 其實整體計算 大家對本地樓市的看法都非常理想 所以形成局面就是樓市看得好 自然來說 如果有很多這樣說的 追蹤在相關的行業或相關的資產裡看的時候 自然本地地產股都一定追捧 就像你剛才說的 之前那一陣地產股都叫做臭口氣了 最初七八月八九月初的時候 他們是領勝的 但到九月尾開始或十月這段時間開始的時候 其實一直處於高位橫行 沒有再去到上升的時候 透氣了 或者叫少少整固了的時候 現在再儲力再上 其實真的不是太出奇了 但剛才說到 如果這一刻你問到買不買得過 或者買不買得過的時候 當然剛才從看法上看 覺得樓市或本地地產股都有升空間 但始終升幅都不少的時候 我覺得現在才入市 風險比較高的 我覺得現在只適合一些 叫做之前有貨的朋友 而沒有走到的 或者高位度有很多利用 在手都沒有走的朋友 就是拿著先都沒有貨 但如果真的都沒有買到的時候 我覺得如果現在的市 始終氣氛上比較健康或者比較好的時候 都可以這麼說 大把貨可以選擇 其實沒有必要 還在這一刻這麼深刻去追進這些貨 反而我覺得如果你想去考慮 讓它調整一層 或者選擇到這一刻資產資料 都是比較大的地產股 才能夠吸引 是的 看到龍球地產股 其實今天已經有四隻 就破了一年高位 其實剛才說到資產資料比較大的股份 是不是現在 看看尋尋寶 看看二、三線的地產股 反而直播空間比較高 其實都是這樣的可能性 如果從二、三線股來看 當然質素上 可能未及一線比較好 但始終愛於他們的資產資料 都依然是一定程度比較大的時候 我相信如果以逐漸逐漸炒 或者跟回之前的炒法來看的時候 當一線地產股破頂炒完之後 很多時資金都會減回二線地產股 所以變成現在這一刻 開始選定或留意定這些地產股 我覺得少了去試一試 都是可以這樣 好,謝謝Wafi 這支節目時間差不多了 要問回剛才說過的股份 有沒有哪支有遲呢 沒有的 好,謝謝 稍後回來 就是每週一股的環節 隔五、三節回來再見 千萬不要走開 拜拜 拜拜 感谢观看